远方的家长江行设置组 继续行走金沙江盘 在热闹的赛装节 感受遗族多姿多彩的服饰面画 来到圆某盆地的雾茂土林 领略神奇的地质奇观 走进果树种植村 了解苍蝇果人们的小康生活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长江行第26集 雾黄天堡画楚雄 正在播出 结束楚雄州大摇县 昙华厢的拍摄 远方的家长江行设置组 继续楚雄州大摇县的摊房 拍摄期间我们了解到 楚雄遗族的传统节日 除了火把节 遗族新年外 还有一个独特的节日 赛装节 大摇县三台乡 是楚雄遗族赛装节的 发源地之一 设置组到来时 恰逢三台赛装节举办的时候 节日这天一早 我们就驱车前往三台 三台乡距离县城77公里 沿着崇山峻岭间的公楼行驶 可以看到两面山上茂密的植被 路上我们看到很多身着盛装的人 坐着摩托车赶往三台 我们到达时 这里也是人头攒动热闹不已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现在我们来到了 位于山井之上的三台乡 虽然距离县城的距离并不近 但是通过路上的一辆辆车 以及我身边的这些人们 就能感受到节日有多么的热闹 听说这里的赛装节 比法国巴黎时装周还要早 相信今天的节日 不仅能够让我们看到 遗族服装的特色 还能感受到他们的风土人情 大遥县三台乡的赛装节 每年都在农历3月28的时候举办 这一天 遗族少女们纷纷穿上自己 亲手缝制的盛装 聚集在一起再歌再舞 比一比看一看 谁嫁的姑娘更心灵手巧 走进街里 我们就遇到了 此行的当地向导罗骏 您穿得好漂亮啊 我今天是赛装节嘛 所以我穿的是摄影装了 那您这个就是遗族传统的服装吗 对 您的这个头冠很有特点 这个是什么 这个帽子叫什么 这个叫机关帽 机关帽 对 也叫鱼尾帽 鱼尾帽 对对 上面这个花是什么花呢 这是我们遗族特别的传统的头 然后我们遗族的传统 就是黑色的底 红色的花 黄色的 就是说它黑色是代表土地 那个红色是代表太阳 这三个感觉就会很 就这三个寓意就觉得很热情 是不是 罗骏是遗族刺绣工艺师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介绍 遗族人崇尚自然 所以不仅服装颜色要贴近自然 还要绣上花草 活靶等代表自然的元素 由于遗族知系众多 居住分散 所以形成了各地遗族之间 隔阂不同服 隔山不同庄的服饰文化 您好 我想看一下您的这个衣服 您身上这个衣服很有特点 是您自己绣的吗 自己绣的 绣了多长时间啊 这一套 一年绣了这一套 那您身上这个花是什么花呀 满英花 是什么花 满英花 满英花 你看它色彩也是变 非常鲜艳 您都什么时候穿它呀 我们在这边 其实我们民族 它不太懂汉花 它是在比较盛大的节日才去穿的 三台乡政府建在山顶 接到基本岁山市上下起伏 最大的一块平地广场上 是专门设立的赛装节展演舞台 来到这边 舞台上下琳琅满目色彩分成 台上的模特 不断将各式各样的精美服装 展示给大家 罗俊介绍说 过去赛装节 不仅是民间女工的比拼 也是山区居民的一场 相亲盛会 一族少女穿上自己 亲手缝制的最美服饰 一族小伙 看看谁的手最巧 谁会是自己的意中人 那这个赛装节上 现在是主要有哪些流程呢 哪些表演项目呢 因为赛装节 赛装节它主要还是以赛装为主 就是说赛装 赛美 赛歌 赛装 赛美 赛歌 以前 人们都是自发地聚在一起展示服装 近几年 由于赛装节所展现出的浓郁遗族风情 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特意向来观看 现在 它也成为当地政府对外展现地方特色的窗口 每年节日都会设立舞台进行演出 离开舞台现场 罗俊按照传统去换他今天的第二套服装 赛装组一行来到附近的一片核桃林 很多位身着盛装的仪族妇女围成圆圈 正在这里跳仪族特色的跳脚舞 核桃树下 众多人随着音乐旋转踢脚 节日的气氛更加能烈 哇 跳得这个满头大汗 高兴了嘛 高兴 高兴嘛 这滩汗了嘛 您是从哪里啊 家在哪里 我家在这 像政府过去 乡政府那边 家有在那里 离这不是特别远 是吧 那您这个活动里面除了像跳这种舞 还会跳别的舞吗 会跳的嘛 还有什么舞呀 还会有哪一种舞 跳 跳花灯舞 还有花灯舞呢 那是什么舞步啊 您教教我好不好 您刚才那个是像跳脚舞一样 这样的 是不是啊 花灯舞怎么跳 花灯舞怎么跳 赛装节是遗族人展现神美 寻找生活乐趣的聚会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一起 用服装表现自我 表达对生活的热情 可能这也是整个节日 能经久流传的原因所在 告别热情的遗族阿姨 我们又遇到了刚才舞台 展现民族服装的女孩们 来这里休息 让我们有机会 对这些漂亮的传统服装 进行了解 姑娘们穿的都是太好看了 而且每一个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这些服装全都是遗族的样式吗 对 遗族的秩序 因为它每个地区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帮头啊 服饰啊 秩序都不一样 那比如说她穿的这个 是哪里的呢 南华的 南华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她的帽子就是大盘帽 还有那个毛球 还有她戴着一个白衬衫 就是她的衣服 这些边啊 绣花 它都不一样 她的这个是一个平袖 还有整袖 绣在一起的一个真法 连袖法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能看出来 每一个人虽然说 比如说都有同色系 蓝色或者是粉色 但它的饱和度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蓝就是比如说 偏水蓝色一点 对 因为我们遗族的服饰 它就是大自然的 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嘛 这个就很像蓝天白云 对 为我们讲解的李长征 是三台本地一族人 一直从事传统服装制作 现在在楚雄市工作 今年第一次影谣 组织赛壮节的 传统服饰表演 他介绍 三台像的传统一族服饰 多以红 黑 黄 蓝 绿 五种颜色组成 每一种颜色都包含着 自然的含义 蓝色是天空 黑色是大地 黄色是太阳 绿色是青山 红色是花草 对比反差的颜色搭配 让这些服装看起来 或华丽或庄重 有别屈一格的美感 除了服装形式穷异 遗族的帽式也各不相同 这个就是我们大药的一个大旁帽 十多米长起来的一个大帽子 成不成这个 这个很紧是吗 方便摘下来我来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吗 对 但是这个也是已经改进过了 以前的话就更重 以前全部是拿布来长起来 这个我们又定了一层小海绵的那种 我戴到头上感受一下好不好 感受一下 哇 它这个是这样戴 它这个是这样戴尾中 这真的很沉 我感觉戴上这个帽子 从我走路都会变得端庄了一些 这个重量真的 辛苦了 那像他们当时发明这样的帽子了的话 应该不是很方便生活的这些劳作 生活日常它就是紧接一点 比这个那个 这些就是圣装的出去时候 就是戴这些帽子 好看 非常好看 李长征介绍 除了我们看到的机关帽和大盘帽 不同遗族地区 还有瓦片帽 高头帽等帽式 除了帽子 各地区绣花也不仅相同 各式各样的帽子和绣花 是区分不同遗族地区的重要标志 这个帽子的绣法应该也是很讲究的 很讲究的 这个像是一个符号 这种回心文字一样 还有像那个铜琴啊 各种的集成 还有这个小蜂蝶就是叫红细嘛 那叫红细嘛 它就是不同的花纹绣在上面 但是帽子上绣的话都身上都没有 像这一套服饰 就是我们也大有有人的服饰 就是楚雄 楚雄的服饰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我感觉这个花纹就要比其他几个要更鲜明一点 而且小花纹多一点 是吗 对 它的特色的土壇就是这个围腰 围腰 腰带 它这个是一个大腰带 这是进了两层围腰是不是 它两层围腰 里面一层蓝的 外面一层黑色的 对 它这个是好多那个布料宽的 折起来以后缠在腰杆上 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是铜琴花 铜琴花 铜琴花 到现在已经有六七种花了 对对对 一个铜琴花 在传统的遗族服饰中 象征着希望的马银花 象征着扶起的铜琴花 和代表着平安的蝴蝶 都是常见的刺绣元素 心灵手巧的遗族姑娘 绣出各种精致艳丽的花朵 逼真的仿佛透着花香 为了制作这样一身传统的遗族服饰 遗族姑娘们 有时会花上整整一年的时间 了解完不同地区的遗族服饰 罗骏也已经换好了 她的第二套服装 我一换了一套 因为我们赛装节都是想 把最好的衣服 都把它在这个节制上展现出来 那您说这个赛装节上 大家都是要换装的 对 一天最多能换多少套 有没有这种 这可能是就是有些是十多套吧 一天要换十多套这么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换装的这种过程呢 服装是一个民族的载体式符号 但是我们遗族的那个服装 它也是体现的是一种手工 所以他就是想把自己最好的手工 就是才把它展示出来 所以他就会不停地去换装 您说这个在遗族里面手工 是大家很看重的一个事情 对 罗俊告诉我们 想要评判一件遗族传统服饰的好坏 重点就是绣工工艺 大瑶县遗族手工艺刺绣 有着悠久的历史 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四大名秀相比 技法粗犷 色彩浓烈 以真一现之间 都能反映出遗族人独特的图腾崇拜 和少数民族风情 因为自己从小喜爱遗族 希望传统技艺有所发展 它在2009年成立了合作社 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 专门制售遗族制品 为让我们了解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它带着我们来到 设在县城的遗族合作社展示厅 这里都是他们收集的遗族传统 和改良清品 它首先带我们参观了一套 传统的大摇遗族服装 这套服装上使用的绣花工艺 是遗族的一个代表性技艺 这是个国家级非级传承的一种技艺 它是叫贴布绣 但是它不是说用针把它绣出来 它是颈部成花 颈部成花 对 颈部成花 它证明的是看不到一个针角 然后从背面层里看 那是这样一针一针绣过来的 我大概懂了 就是前面是拿布先剪出这样的形状 然后后面是如何把这个布给绣上去 颜丝合缝的 是吗 不是从后面绣上去 它是从这面绣的 但是就是从这面看不到一个针角 罗俊在得到这个绣品时 被上面精湛的技艺所折服 但那时这个技法 因为制作难度高 已经快要失传 这让他更加迫切地想通过合作社 将仪秀技法进行保留和推广 合作社成立后 由于为当地农户增加了经济来源 激发了人们对传统刺绣的热情 因此仪秀也被更多人了解和学习 通过努力 他们制作的绣品慢慢打开销路 因为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收益良好 使很多贫困家庭的生活得到改善 此外他还通过勤劳技师培训 设计制作现代改良品 打开绣娘的眼界 慢慢让大家将传统技艺和现代发展结合 让仪秀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看到这棵树有点熟悉的感觉吗 对 核桃林的那一棵的古树 因为我们大药吧 就是不只是有大药仪秀 也是我们大药核桃是很有名 所以我用大药的仪秀 秀出来我们大药的核桃 这是在我们大药的核桃 真的很精致 其实刚才远处看的时候 我以为是一幅画 仔细一看 原来这都是千字万缕的线绣出来的 对 这就是你看我们绣娘 把太阳通过树叶透下来 这关系都把它绣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你看店的一幅画 就能感到我们绣娘 在绣这幅画的时候 她的心情是多么愉悦 她把阳光的照射透明度 都把它绣出来了 很生动 感觉树都活起来了 是吧 卢静说这幅活灵活现的核桃古树 是四位兄娘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完成的作品 虽然完成时间有些长 但这幅作品是他们将传统仪秀与现代结合的代表 合作社取得良好的笑意后 她更加想让仪秀被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 作为仪秀穿成人 她积极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展示活动 通过参加国际服饰比赛 让仪秀逐渐走出国门 扩大影响 而期间仪秀取得的一个个荣誉 更是让她自豪不已 就是告诉她说 这是伊斯尼获得的 灵活国杰出所归于徽章认证 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想到 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这样的 就是一续的作品 能活到国际上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也是让我去增加了 就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就是说 然后我就拿回来给我们的秀娘看 我说你们不要直接想着 就是说我们的东西 可能自己穿在自己身上去用 但是现在都变成了国际上活 国际上的大奖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认为真的是 我们的移秀是可以通过 我们这些秀娘的努力 可以走向世界的 也是不仅是世界了解中国 也是世界了解移秀的一个窗口 所以那年我去参加 那个巴黎时装周的时候 我就发了一张照片 我说移秀让我看世界 我让世界看移秀 移秀 秀的不仅是一花一草一木 更是一种希望 一段生活 大山中的一族人 对老手艺的传承和发展 也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意中 不懈追求 参观原谋物貌土林 一度大自然鬼斧神功 带来的地质奇观 那个点上的黑色的那一层的话 都是一个铁帽子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长江行》 第26集 雾华天堡画楚雄 正在播出 离开大瑶县 设置组驱车前往原谋县 原谋县是楚雄最大的五个坝子之一 西林大瑶 西北与永仁县皮莲 金沙江从大瑶北部边界流出楚雄 进入四川省潘之花市 接受了亚龙江汇入后 重新流回到楚雄遗族自治州 经永仁县流入原谋 金沙江在原谋北部从西向东流过 其间汇入横管原谋的龙川江 在两条河流和周围群山影响下 整个原谋被划分成山区 半山区和盆地三个区域 复杂的地形地貌 孕育了不少大自然奇观 在原谋县乌茂乡像 由于云南石林 沙林齐名 号称云南三林之一的土林地貌 设置组跟随昆明理工大学 地质系教授李波一齐 来到原谋土林探访 我们面前的景色 真的太漂亮了 很梦幻感觉 像城堡一样 尤其是现在阳光 打在我们面前的景象上 它是有侧影和 有正向阳光的部分的 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种景象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现在我们是把它叫做土林 那么它的形成的话 是跟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地质特征 就是跟它的物质组成 和它的这个地形 地质环境 以及它形成的这个地表的 一些气候等等综合作用形成的 李波介绍说 在数百万年的地桥运动 和历史变迁中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精雕细琢 造就了千奇百怪的沙雕泥塑 土林及其中之一 它是由土壮堆积物塑造的 成群的柱状地形 因远望如林而得名 土林是流水侵蚀地貌的一种特殊形态 一般都出现在盆地或古地内 在整个这个圆磨盆地的话 它是隶属于这个 一条龙川江两岸 一个东边的话 这当地就叫东山 然后西边的话 这个西边这个也三代 是总体成南北向分布的一个特殊 那么这个土林的分布的话 主要就产在这两三之间的一个 在两百多个百万年以前 形成的这些成群物质 然后这些物质的话 受到这个雨水的冲刷 博式作用 再加上河流的下渠和 这个整个地壳的台深 在这样中国作用下 形成了这个 在整个圆磨盆地里面 形成了大量的这种土林的这个分布 李波介绍 在距今一百五十万年前的第四季早期 原谋地区湖泊密布 森林茂盛 动植物种类繁多 后来 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 河流带来了大量的泥沙 历史 填没了许多湖泊 摧毁了森林和原始部落 再到后来 由于新构造运动的作用 使平缓的湖泊底层 再一次隆起 称为山岗丘陵 并在局部发育了铁质风花鞘 及土柱顶部的黑色帽子 这些高低错落的黑色帽子 可以保护土林不被侵蚀 它的因为是抗氧化 就是我们说的溶石作用很强 所以它能够雨水冲刷的时候 它能够起到一个不溶石 然后可以过滤水的一个 保护伞的作用 相当于一个伞的作用 你看我们所有看到的 那个点上的黑色的那一层的话 都是一个铁帽子 那么你看周边的这个雨水的话 从铁帽子的两侧流下去 你看会形成一些小的冲钩 细钩 那些细钩的话 实际上的话 是因为上面的雨水 是经过了这个铁帽子的边缘 绕开了 这样流下来了 对对对 这样形成 所以它是这个边缘 就比较缓慢地产生 冲石作用 如果说没有这个帽子的话 你看那边情况 那个雨水下来以后 它就直刷刷地 就直进往上 就像我面前看到的这个 对 它上面就没有帽子了 对 它没有帽子的话 它就很开心往下冲石 所以它就消防的时间 就非常快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 这个铁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处 这种戴有黑色帽子的 铁帽型土鳞 是最典型 也是分布最广地种土鳞形态 铁帽和土著相融合一 造型上更多的一些朴素感 李波介绍 原毛的土鳞是做天然地质博物馆 随便一个细节 都能反映出 古地离变迁和地毛发育过程 它上面这一层的话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个沉积物质 它受到这个物理分化作用 特别是化学作用的时候 把那个铁铝硅留下来了 融解物质像这个钙啊 铁啊 铁啊 钙啊 这些就跑掉了 那么就残留下来 我们叫做规律 这个氧化层 就是所谓的铁帽子 那么随着它的寝室 作用的加强的话 铁质越来越负极 那么它就会形成 我们就看到那黑的那个帽子 这个现在还没有变色呢 是因为 就是它的聚集度还不是很高 就是铁质含量不是很高 像我们看到那个颜色 特别明显的 就已经是铁的含量很高了 铁和镁 那我看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区别 这个上面的好像历史比较多 这个下面就细一些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这就是成绩时期的 是个成绩物质来源不一样 物质受到周边的 这个地质环境的影响 它从说来的物质是什么 颗粒大小不同 或者特利西 成绩时期就记录了 这个事情的一个状况 李波介绍 除了铁帽性 土林还有处在 雏形中的土牙性 威严壮观的古堡性 和高耸亭地的尖损性 风雨为我们创造了 碳为观止的自然器官 也在器官中 留下里些蛛丝麻迹 让我们可以亏见历史的痕迹 那么这一层的话 是整体偏红 那么红的话一般就是 我们代表当时的这个环境的话 是氧化程度比较高 就是我们说的氧化环境 那么这种氧化环境 在和服里面出现的话 一般也代表了气候 它是一种干热性的气候条件 那么历史 泥沙和联土 这样一个从我们这个沉积物质 粗到细逐渐的一个变化过程 也反映出它当时形成的这个水流的这个气候条件的一个变迁的过程 那白色能反映什么气候呢 这个白色的话就代表这个水体 就是刚才说主要是黏土嘛 水体的这个比较安静 它搬运来的层级物质的话 颗粒很细 这层淋土状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的气候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李波介绍 原谋建因发掘出距今 一百七十万年的原谋人化时 而闻名于世 被称为东方人类故乡 其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这里地桥频繁运动造就的环境 至今 这些环境因素 给原谋带来了特殊的自然优势 那么它实际上整体在金沙江河谷里边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又受到云蒙大段的 着用南北向和金沙江一个交 交气 那个气候的话 金沙江两岸的这个气候的话 跟我们这个盆地的话是相同的 那么在这个气候的话 它是温度 温度场 影响自身形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温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气候特别高 年轻气候的话是达到22度 极端气候都是40多度 10世纪它基本上气温都很高 食于种植蔬菜啊水果啊 那么中间正好有一条江 叫龙川江通过 这个盆地里面呢 就对于龙川江的水来浇灌这个庄稼 所以说有龙川江的水 有这里的基本的这个土的 还有盆地里面的这个温度 对 让这个地方非常适宜种植 是的 电中高原上独特的盆地地形 再加上电型的干热河谷气候 让整个圆某地区热量充足 光照丰富 全年基本无双 形成金沙江畔的大菜园 探访雷丁村 感受果树之乡生台村落里的别样风情 走进葡萄种植园 看过农用汗水 在富饶之地打造富裕生活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长江行》第26集 雾华天堡 画楚雄 正在播出 离开雾某土林 设置组驱车前往原某县的黄瓜园镇 它距离近沙江18公里 是原某著名的果树产地 以果树品种多 产量高而组成 从县城行车约40分钟 设置组就来到了当地有名的生态村 雷丁村 刚一进村 我们就遇到了几位菜商 正在与村民进行毛豆交易 您是来收毛豆的老板 对 那是您自家去卖 就是您自家卖 还是您再拉到那个 比如说菜市场去卖 拉到我们原某的蔬菜琵琶市场 拉到那边去买 对 那就是您今天准备收多少 有多少我收多少 有多少收多少 对 那像您觉得这个村子的毛豆的品质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怎么判断 您教教我们好不好 看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大小 颜色是比较鲜绿的比较好 是吧 那大小呢 大小是三粒的 要三粒的呀 再大一点不好吗 还有这种就不好 就是瘪了 对 像这种比较饱满的就比较好 对 那您这本上寄的是什么 我们能看看吗 寄的是刚刚称的称 26公斤 51公斤 我看多的有107公斤的 对对对 最多的时候 这一个村子一天能收多少 这个毛豆啊 我们在这里差不多一天就收五六吨 五六吨毛豆 对对 哇 那是 那是就整个 基本上整个村子的人在这个季节都在种毛豆 是不是 对对对 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我们得知 设置所到来的季节 正值原某两极蔬菜交际的世界 菜农们抢收完毛豆 忙碌的农田 又要为央苗的生长成熟做好准备 原某地区就像一个天然的温室大棚 仰仗着这样得天堵后的自然优势 当地菜农每年都能有不菲的收入 你今天卖了多少斤啊 一百零一百零七公斤 您就是今天的这个卖混手是不是 人家是种了几亩地啊 五亩多的 五亩多都种毛豆吗 还是也有其他 都是种毛豆的嘛 最终能产多少毛豆啊 一般你们种的好点了 一七八百多斤啊 八百多斤 农坚啊 十多多种 今年嘛价格好小点稍微 不是嘛 往年到的是最高的才六块钱一公斤啊 今年嘛价格 那今年这收入是不是就不错呀 今年收入是不错的嘛 今年嘛发现 今年发现也好迷的 今年嘛雷豆子也好迷 一般的就是 种上四分没得有十多万了嘛 哦 十五分能有十多万的这个收入 是的 哇 那这个收入怎么样满不满意 满意的嘛 告别沉浸在风收喜悦中的菜农 我们在村民杨奎盛的带领下 参观这个村庄 这个雷丁村是 村子的历史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村里历史的话是特别长了 从小明朝时候就把厨具来到这些基础 这个村有五十多户人口 哦五十多户 对对对 人口嘛有两百三十多人 虽然这个人口不算是村子里头特别大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村子建设都挺好的 露修的很漂亮 然后这个房屋建设的也很漂亮 对对对 这几年的这个变化比较明显 杨奎生说 雷丁村最早是一个歹族村落 雷丁是歹雨地名 亦为山脚寨 村中房型屋后 田江路边 到处都可以看到树的身影 他介绍 村中现在有一千多棵树 酸脚树最多 有六百多棵 其中一棵远近文明的酸脚王 树林已经有上千年 每年都吸引很多游客 亲来观看 那就是我们村最大的一棵酸脚树 哦能看出来 哇好高大 而且这个可以看出来 他这个根系也很粗壮 对对对 他有几口中有缺乳卜粮 一千六百年了 所以这个时期 很相当不切大 我发现这个树 它其实的特点是 它的这个比较老的这个部分 质感是比较粗的 但它的叶子 其实是比较小巧的那种 现在这个果 那块能看见 果子不是特别多了 对对对 一定现在是成熟其极果了 成熟其极 才是成熟其极了 相当起来 每年只还是有个 六百公斤 这一棵树 现在还能结五六百公斤 对对对 现在其实能看出来 这棵树 它就是能感觉到 虽然年代很久远 但是生命力还是很旺盛的 对对对 哇这个粗的枝干 看起来真的特别有 那种视觉冲击力 酸椒树偏矮炎炎热的气候 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 是中国酸椒的主要产区 杨魁生说 在种植蔬菜以前 这些高大挺拔的酸椒树 是雷丁村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就是它现在 如果五百五十公斤 对于这个树来讲的话 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产量 它就属于种中等 中等了 对它觉得说就是多 因为产一吨多两吨都有 但是它就属于老年期了 而是壮年期 那种产量就高了 像壮年期的这种酸长树 能产多少 可以产到一吨到两吨 两千斤了 一棵树就能产 一吨到两吨 这个产量非常可观了 对对对 杨魁生说 在雷丁村 每一棵酸椒树 都责任盗人盗户 这样既方便管理和保护酸椒树 也能为村民们带来 固定的额外收入 今天 恰巧酸椒王的监护人 外出不在家 杨魁生带我们去拜访 村里第二大酸椒树的监护人 村中第二大的酸椒树 就长在他家的院子中 您好 您家这个小院修得很漂亮 对 这个是在开农家乐是吗 对 什么时候开起来的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您家院里也有一棵这样的酸枣树 对对对 这个我看上面写着有 1019年了 对 北宋时期的 对 现在这棵树产酸椒树吗 产 也会卖 能一年能卖多少 卖四五千块吧 启国荣是这棵酸椒树的监护人 他介绍 除了这棵古树 他家还负责管理另外七棵酸椒树 他家是村里经营较早的农家园 近几年村边的金库高速修通了 交通越来越便利 慕名来雷丁村看酸椒树的游客逐渐增多 农家院的生意也借势尽上添花 再加上八棵酸椒树打来的收入 他家已算得上是村中的富裕家庭 这个酸椒看起来 哇颗粒好饱满啊 对 这就是好的了 比较好的 怎么来判断它是哪一种是品相最好的 这个吧 这个栗子多的 就算是好的了 六越多越好 对 那像这个又大 然后又宽 皮还特结实 是不是 肉质也好 肉质也好 这个可以直接剥开吃吗 可以 哇这个皮好脆 一捏就这个脆掉了 它这个里面是这样的 长得像那个毛豆里面的那个豆子一样 看 火肉特别的扎实 尝一下味道 嗯 外面像画梅一样 果肉很实 哇 这个吃到嘴巴里面以后 它那个回甘和回酸 一直在持续 然后越吃会觉得它那个酸甜口感会越浓厚一些 起锅容介绍 酸椒分酸酸椒和甜酸椒两种 而雷丁寸的酸椒属于酸味酸椒 这种酸椒果实很大 是无味中酸味的主要来源 因为这种酸椒吃起来口感很酸 所以当地村民喜欢用红糖加酸椒一起泡水 以此来改善口感 好喝 我本来以为热水泡的这个会没有那么的清凉解暑呢 但是这个酸甜的那个口感特别的清凉 哇好好喝呀 雷丁村村民爱吃酸椒 吃的方法也很丰富 除了生吃和泡水 还可以做成当地特色菜酸椒豆腐 起锅容告诉我们 村子里有一位73岁的康介绒奶奶 她做的酸椒豆腐最好 当我们和她一起来到康奶奶家时 恰恰老人正在制作酸椒豆腐 哇 好香 这个闻着像那个豆浆的味道 奶奶一会儿这个就 就怎么它能凝固成块啊 实在 待会儿用瓢 用瓢瓶下去 把那个多余的水 多余的水给它 咬走 对 起锅容介绍 酸椒豆腐 就是在传统豆腐豆浆的技术上 加入了一些酸椒浆 看似两种毫无关联的食材的碰撞 成就了酸椒豆腐的独特美味 很多游客从远处缺车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这一口三角豆腐 它要再样它再比它们它就干干了 哇 这个豆腐好嫩啊奶奶 这个豆腐特别嫩 然后吃到嘴巴里就化开了 然后它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其实平常我们吃这种豆花 都是需要那些蘸料的 比如说醋 酱油 小米辣 但是这个豆腐因为它很香 它自己还带一点酸甜的口感 所以就这样吃就行 不用再办别的了 也不需要放到盔车 毒料不需要放到盔车 平常您也不放那些蘸料了 直接就这样吃 是不是 这个真的挺好吃 而且我觉得像小孩啊老人啊 一定是特别喜欢吃这种的 它这个口感很绵软 吃到肚子里面很舒服 是吧 是的 好吃 奶奶 您这个手艺是跟老人家学的 老人也小时候玩家老人蘸 玩家老人蒸嘛 就直接玩玩玩就来蒸就回蒸了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 康继荣现在和老伴女儿女婿一起 住在新改的房子中 和其他地方年轻人 愿意出去打工不同 雷丁村的大部分年轻人 都和康继荣女儿一样 选择留在村中生活 那您说这村子里年轻人多 是为什么的 现在不是好多村子的年轻人 都会出去去县城啊 会去更大的城市里面去 在村里年轻的 现在就是除了那个蒸商以外 他就是种那个土地 土地也相当来起来 您说他们其实就是留在自己家乡 做这些事的这个收入 对对对跟打工差不多 所以就留在自己家乡 他不愿意出去打工了 土地是人们留下的原因 留在家乡的他们 继续通过努力 让生活变得更加富裕 离开康继荣家 我们在原谋县农机展 技术人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金河水小村葡萄基地 设置组到来的季节 很多地方的葡萄 才刚刚舒展开那夜 热霸原谋 却已经拿了成熟丰收季节 跟着技术源 我们见到当地的种植大户 申春仪 听说您在这边是葡萄种植大户 所以过来看看您家这个情况 您现在就是在忙什么呀 我现在把这个袋子打开 就随便买葡萄了 要开始卖了 这个葡萄发现好好啊 还可以 还可以 这是什么品种啊 红蹄 红蹄 您家种的主要都是红蹄吗 全部是红蹄 多少亩啊 有八亩 八亩地都是红蹄 申春仪说 他和妻子都是原谋本地人 2007年前 夫妻俩在大理冰川做葡萄生意 学习和积累了种植葡萄技术后 回到原谋开始种葡萄 现已有12年的光景 种植地从一开始种十亩 发展为十八亩 但是因为部分土地土质 不适合葡萄生长 现在种植八亩葡萄 申春仪介绍说 原谋的葡萄是全国成熟和上市最早的 所以价格也相对较高 像这个红蹄的话 现在市场价格是多少钱啊 我家这个是16块1公斤包园 从第一天 在地里面的葡萄 老板全部要了 对 它是订单了 已经订单了 已经订单 标准都要卖40万 40万 对的 标准 这个收入怎么样啊 以往年相比 今天几屋家基本美女 都是这样的情况 申春仪告诉我们 虽然他家共有18亩地 但是只有在打药或农忙时 才会请两到三名工人 其余时间都是他和妻子两人打理 有时他们也会被种植葡萄的同行 请去指导技术 所以一年下来 收入还算不错 夫妻俩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在云南省昆明医学院读大学 未来想当一名医生 二女儿进年读初三 以后将考入师范大学 当一名老师 一家四口人 靠着种植果树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因为品香好 品香好 口感好 尤其是大学在端木鸡 以前成熟 卖完 那您怎么说 我都有点想尝一尝 这种葡萄 我能尝一下它的口感吗 红蹄的肉很磁势 你看一捏它 还不是那种软塌塌的那种 尝一下味道 甜 水分很足 一般我们尝红蹄的时候 是果肉比较磁势 水分会稍微弱一点 但这边是甜度也够 水分也够 我的气候资源 还有土软资源 我们种出来的红蹄 就是比其他地方鲜食的 口感要好一些 颜色均匀 口感也好 颜色均匀 口感也好 对 您这个红蹄不愁卖 这个说得很有底气 不愁卖 云蹄的东西真的不愁卖 尤其这个葡萄 尤其葡萄 尤其葡萄 也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 对于这件事 深存以信心十足 他认为在原谋这片土地上 只要付出辛苦 就一定会得到不错的回报 优质的自然条件 给原谋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收入途径 勤劳淳朴的原谋人 也回报给这片土地以辛勤 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和不断探索 才让这片富饶的土地 更加充满无限希望